好 大家晚安 回来到我们每周二 每周五晚上八点半的时候快赛时间了 我们今天是这个福袋特辑 清库存的概念 这位同学 这一句话讲得不错 你完全懂我的概念 我们福袋特辑呢 我们省略抽的部分 因为福袋的概念就是清库存 那我们福袋特辑就是清库存特辑 所以这一集 所以这一集其实也是跟平常一样 这个有料特辑 这一集算是水吗 没有啊 不是啊 你要怎样才不算水 我们就把手游就玩一玩 聊个天 手游快赛哪一次不是这样 我们从开始到现在都是这样 你给我一个不水的概念 我们哪一次不是这样的 啊对啊 我们还有那个 我们过年期间还要开始跟惠时讨论呢 我们的看满娘了 哎呀 我现在每天都 像是有梦想的人了 一想到未来 搞不好可以帮看满娘 话一慢 我就觉得 人生充满了未来 充满了梦想 好了 冷知识冷知识 哎呦 这看起来是有趣的哦 事实上汉语拼音是外国人发明的 在学习拼音的时候 会不会觉得拼音和英文有点相近呢 哎 其实汉语本来就没有拼音字母 那拼音是外国人发明的 在明朝末年 有西方传教士为了学习汉语 那他们开始使用拉丁字母来拼写汉语 最终在1958年 拉丁文为汉语注音的方法 演变成了今天通用的汉语拼音 拼音出现只有短短几十年 古人书面记载字的读音 一般用两种方法 直音法和反切法 不过这个直音法和反切法 他就没详细讲了 大概是这样 这个国中历史有交吗 这个不能吗 好吧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 我们今天是福袋特辑 那我们就直接行这个消库存知识 这个epic rush 这个看起来就是个屌件 哎哟 角色看起来不错哦 史诗冲锋 看一下哦 这个应该不是放置 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放置 哦 自走旗 干我爱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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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有了吧 这个两个合体吗 水啦自走旗 谁在那边跟我说什么什么放置 不错不错不错 强化战力通关第五关时加入友军 快速招募 不错啊这不错啊 这个人我能排他的位置吗不行 OK我们这样就两个剑兵变二二 然后两个二变三 好自走旗没有问题 而且他女角感觉还做得还不错 我怎么都抽到同一个东西啊 哎有自动战斗 然后还有加速战斗 怎么怎么都你啊 现在手游只能滋涩能看了吗 不会哦 这一款应该很快就可以玩到他的乐趣了 我们是一个女的哥布林 女的伴兽人指腐兵 啊怎么都同一个什么情形啊 啊有了有了新的弩兵 就可以往上合了 第三章后剧情开始神个屁 这看起来根本没有剧情 我一点搞不清楚他的货币 到底是游戏内在用还是游戏外部在用的 这款后面养成周期很长不课金的话 OK招募三次 感谢啰 给我换靠背哦 这是正常的吗 四级士兵了 四级嘞 解锁骷髅士兵是不是 有没有听见观众们的悲鸣 干你们也有点耐心好不好 我目前也还在搞懂他在玩三小 他好像就是一个放置赚取收益机制的自走骑游戏 那这样是好吗 我也不知道 我目前玩过的自走骑手游也只有神王城堡 诶 他这个利慧感觉还不错 可不可以看他利慧啊 这个很像神王城堡的角色吗 有点忘了 诶他女角都画得不错诶 这个是不是有点有点像地狱猴 这个画得有点可爱诶 角色给过 玩法目前玩这一小段好像有点微妙 好像少了一点点爽度 没有得到自走骑的那种爽感 奇怪了我觉得自走骑我应该是蛮喜欢的啊 而且他看起来好像也没什么问题啊 还是我给他的耐心太低了 我之前看人家说这个放置游戏哦 主要是他的数值比较好控制 所以现在也更多的厂商会喜欢用放置游戏 比较好调整玩家进度的进程 就不会说你游戏刚开然后 马上这个玩家就把他冲破了 你角色要成长你就是要固定放着 让他慢慢赚资源才能往上成长 所以他可以用这种方式来控制玩家的进程 然后如果你想要很快就把他玩完 玩到后面的进度的话那你就是 势必就是只能课金 那课金当然就是官方最期望的嘛 所以当然没有问题 其他的话他就是用放置让你只能得到固定资源 来控制你的进度 觉得好像好像蛮有道理的 也难怪这么多厂商基本上后来都用了这个系统 尼姬完全是啊 尼姬我每天都玩 但你看我主线还是打不完啊 我主线现在才玩到15张 他现在已经开到19还20了 但15张我就觉得已经很卡了 超级卡的你知道 而且他等级目前最高是160 我现在虽然还没到最高了 但我150了 也快要满等了 但后面还有 后面还有四五个张杰在等我 我不觉得我多这十等 顶得过去 如果你要升200级的话 你要有五支尼姬 是重复抽到三次的 你才能上到200支 这个难度也是超级硬 所以我觉得 还要看官方要不要改动一下难度吧 所以他已经改动一次难度了 也可能 这就是官方期望的 随便玩的杰哥 进度竟然比我快 那我从开服就开始玩了 难度已经砍两次了 我真的觉得难度要砍两次 他当初到底想的多不清楚 好了 这款epic rush 76%阳性 23%阴性 142人投票 然后我们推荐这个厂商 可以 这个 稍微 给我一点点诚意 让我更花时间 来好好研究这款游戏 到底在玩什么 目前来说 就先给你一个阳性 对吧 尼基奇就 就整个线上收采 真的是还好 没有到很忙 所以我玩得下去 看一下我们新买的这台 截取盒 不要给我 不要给我耍白痴喔 喔喔喔喔 有画面了 有画面了各位 喔 太好了太好了 欸 他操作起来不错欸 手感挺好的 除了没中文外都很赞 给了我一把剑 第三张表现更是惊艳 好了啦 每个都第三张 这游戏看起来超流畅 因为他真的超流畅啊 全村最好的剑 OMG 这个游戏手感可以欸 最后会发现主角是反派 好了好了 我相信我相信 欸 这款很单机老人欸 大概就是N64 然后Sega Saturn PS1那个年代 那个时候的3D就长这样 喔 那个绿色都要这种荧光绿 绿到不行 就是要这个绿才有味道 然后很古早的3D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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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生什么事了 突然震动 我有远程攻击啊 啊他也有远程攻击 欸我死了 欸 Sega是死神第一个处理的吗 乱讲 Sega Saturn是我澄清的最爱喔 欸 欸 这个就是勇者该做的事 好 可以去新的地图了 欸可以欸 可以载这个老游戏回家玩 蛮适合 过年在老家手上只有一台手机的时候 玩完这个 看 玩完这个 哎呦 嘿嘿 先加攻击 法力好像是时间 自己会慢慢回 这个是什么啊 喔可以换法术 这个游戏看起来算简单 但 该有的都有 算蛮丰富的 这什么传送门 可以传到不同区 欸这个 干这个游戏 真的是用现代的思维 在制作复古的游戏欸 他有传送我们这种方便的东西 他有的都有欸 欸 这款我们玩多久了 好像玩有点久了 好了差不多到这 丹基老人的最爱 喔 然后他应该会让我过桥的道具 对不对 啊有有有 欸有有有 他刚才出现了一个很像萨尔达的音效 好啦好啦可以了可以了 好玩好玩 好啦各位丹基老人推荐 可以玩一下 只有老人会和阴性 干 好游戏不分老人年轻好不好 年轻人也应该要觉得这个好玩 战斗略丹掉吗 我觉得还行欸 我觉得就前期啊 现在也还没拿到其他的法术 法术之后应该 拿到会变化比较多 这款SORIGO 阴性72%阳性27% 159人投票 诶 太低了吧 我觉得这个阴性至少要80吧 诶你们有没有品位啊 我的天啊 诶这个 这个这么好玩 诶 他的操作性真的很棒 他操作起来真的很棒 这个我只能说你们的品位 有待加强 还没第三章 看不出好不好玩个屁 老人才玩 哪有 好我们再挑一款 瑟瑟游戏 帮这一集做一个封面 Love Academy 爱情学员 哎呦 这个看起来有料了吧 这个看起来是不错 谁你们最爱的 好 还好吧 这个虽然也是偏欧美一点 但我觉得 看起来还算蛮大众的 啊居然有配音 长得很奇怪的这个嘴唇的这个圆圈 这个我好像在哪里哪一块也看过 私下玩了太多黄游 干不是啦 我现在是有一种觉得 他们是不是这种游戏就是 一模一样的系统 换一个皮 然后就继续出 诶这个 这个猫猫有点可爱 是那个删掉的盗版迪士尼吗 是那一款吗 诶干好像是诶 哇 只是我把它删掉了 现在没办法验证 鬼刃倒是一眼就看出来了 哈哈哈 诶没有错 鬼刃还蛮好认的 哎呦有CG 诶 这个是老师吗 miss mary 这个老师我喜欢你 哦吼 好啦可以啦 不是啦 说明我看不懂 给我你的图 哎呦 这个老师感觉 后续就很有料 哈哈 这个还有好感度影响 谢咯 哇 哇哇哇哇 可以诶诶诶诶�Oho 诶诶诶诶诶 哦来一个大的喔 哦很舒服 好小这个 哦乎 舒服 来第二张CG 加CG还不错阿 这个 算是有水準的 但好像少了一点点诚意 比迪 倒把迪士尼的有料 诶没有错 嘴唇是加好感 哇 所以从事还要顾及好感度 哇 那不可能赢啊 什么不可能 当然可能 逆转啦 有零点几个阿嬷 可能目前零点七个阿嬷吧 这还可以啦 还不错 感觉是值得期待他后续的 但就目前来说 就还好 需要他更大的可能性 但我觉得他的诱因没有那么高 这张感觉可以当封面 图的品质参差不起 这张跟这张感觉就不太一样 这张动作有点 这个动作有点微妙 这个好像手拉太后 这个手好像 有点脱臼了 这张还不错啦 我觉得这样蛮好看的 他应该是慢慢攻略 把这两个角色攻略完 就可以攻略下一区这样 以最近玩过的这些色色手游来说 算OK 只是稍微缺乏了色色要素 但我觉得他后面应该是有料的 我真的觉得玩完下来 真的觉得Aero Blaster 真的很丢 Aero Blaster真的是神啊 Aero Blaster也没有真的 真的就是托给你看 也没有越界 他还是能上得了Google 他代表就是没有越界 但他还是让你觉得干好事哦 Aero Blaster真的是行啊 天下地 Aero Blaster还让我英文变好 我觉得如果懂这个英文好的小朋友 玩起Aero Blaster应该是更有乐趣啦 我感觉他的对话应该 还是有点内容的 Aero Blaster挂色色羊头 英文学习软题 假装要给你色色 其实是让你学英文 这款Love Academia 阳性69% 阴性30% 146人投票 还可以的结果啦 以这款目前还没展露出色色的部分来说 算还OK了 要那种看得到吃不到的追逐感 他那种看得到吃不到的追逐感 我说真的真的是拉锯的很棒 我觉得Aero Blaster重点 我觉得他那个节奏感很好 你就是跟他聊一聊天 然后他就丢你去玩一下小游戏 而且像这款 你就会觉得 怎么一直一直要去玩游戏 一直要去玩游戏 Aero Blaster 就是还是会跟你聊一下天什么 然后再适时的发你一张色图 他很会掌握这个男人的胃口 了不起 真的是了不起 我只能说 这个制作人肯定是高手 在听得上不知道打滚多少年